特朗普想要出面调解中印边境争端 为何却被印度立马拒绝 他们又在不安什么好心 先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 最近中印军队罕见在点角加勒万河谷 豆拉特比奥利地以及班公错湖四个地区同时发生对峙 目前对峙事件仍然没有降温还在发酵 但也没有进一步计划 近期白宫方面更是想要出门调解 然而却吃了个闭门羹 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自五月上旬以上 印度在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一侧 过攻设仗 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执行 蓄意挑起事端 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而印媒指出 双方在边境控线期短的紧张局势升级 并在该地区斗增派了部队 还特意强调 加勒万河谷曾是中印1962年发生战争的地方 而外界对于这次对峙事件的走向十分关注 美国似乎尤其在意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 我们已告知中国和印度 美国已经准备好 有意愿且有能力调解或仲裁 他们之间激励的边境争端 谢谢 不过印度人却不领这位自诩为稳定天才的情 迅速打了一记耳光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马诺乔希称 他的提议可能是即兴发挥 不会被任何一方采纳 当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就紧急会应声 我们已与中国接触 将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自荐充当金牌调解员 在去年9月 他还表示已与印度方面沟通 愿意为印巴在科什米尔的问题上进行调解 印度被迫迅速出面辟谣 并强调不需要第三方介入 而今日印度更是发文调侃 印度在拒绝美国的调解方面经验丰富 而印度方面认为 美国这次调解提议也没有安什么好心 毕竟这位稳定天才 还剩下不足一百多天的选举时间 而因为疫情在美国已经有很多人开始不相信他 他想要树立一个正面形象并获得选票 印度裔和华裔占美国人口的2.5%以上 甚至还有观点认为 美国或许是想趁乱搅浑水 这样美国就可以准备向印度提供更多的武器 有印度网友也指出 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可以通过不与美国结盟而安抚中国 为此印度时报还警告称 印度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成为美国的炮灰 也并不想真正激怒中国